我妈第一次参观我家猫房都惊呆了 说养个猫竟然还有这么多细细古怪的东西 我妈发现房间竟然可以绣成猫的别墅 门上还特地做了这种透视玻璃 在外面就能观察猫猫的一挤一动 门上还中了小铃铛 一开门就会叮叮的响 我妈说为什么门上还有个洞 我说这是猫猫专门进出的门洞 这样猫猫就能自由出入了 我妈指了门框说 这里贴个牛油果是干嘛的 我说它其实是会让猫咪上头的猫混合 可以粘在家里的任何角落 主子们就会好好品尝了 等它们品尝完就盖起来 不用担心落灰了 转身就见我妈拿着猫条准备胃 我说妈这样胃很容易弄到手放进去的 我都是用这个猫条挤压器 把猫条放进去 再这样轻轻一推就能挤干净了 这样胃猫就不会脏手了 我妈走过来说 你戴个手套是要给猫洗澡吗 我告诉她这是撸猫手套了 她的掌心有准备小点 抚摸的时候就像给她们按摩一样 主子们可享受了 上面的猫毛一转就下来了 我妈说快给我也试试看 我妈看了看这个铲子说 怎么比普通的猫砂铲大这么多 虽然还几块钱 但这个大大薄薄的设计 一下就能把爸爸铲光 不受干的材质一冲就干净了 我妈低头一看说 这个怎么会突突突的自己输水 我说这是猫猫的喝水的地儿 它还是无限的设计 想放哪里都可以 就不怕猫猫会咬到电线挂扎了 还会自动玻璃杂质在滤芯这里 主子们喝起来更放心了 我妈又说怎么猫砂盆前面放个地毯 我说猫猫每次拉完爸爸 带出一滴的猫砂 打扫起来太疯了 我上网买了这种十几块的双层猫砂垫 轻轻松松就能接住主子们 带出来的猫砂 满了就撕开倒回猫砂盆 一点都不担心会浪费啦 我妈又打开了我的飘装柜 说你的飘装不仅是个沙发 竟然还是个生大柜呢 平时坐在上面撸呢 很幸福了 我从柜子里套出这般几块钱的玩具枪 然后把球夹住这里 对准前面再发射出去 猫咪休得一下 像小兔子一样跟着过去了 我妈说 这个好玩 给我也试试看 我妈最后说 那你一个月养猫要花多少钱